Hello 大家好 今天錄的影片就不講那麼多特別的事情 打算直接跟大家說說市場發生了什麼事 看到這一版 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是Special Card的Live Index 跌了4.3% 其實它還未算是最差的 102.6%是最差的 那時候已經接近5% 其實就是反映了這次 出這個 Food Player Days 一向都很影響 所有特別卡 你看到現在的卡的跌 還未跌完 其實現在呢 你看到大家這樣跌 其實就是所有卡都 都清一色的跌 因為很多人都在猜 究竟 什麼人會在這個 Food Player Days 出現 其實我可以給大家看看上一年 究竟是一件什麼事 其實我早兩個影片都跟大家提過 其實它只不過是把所有 例如 Team of the Group Station Man of the Match I.F.I.F. 最漂亮的卡都會放出來 給你抽 你看到這一張照片 就是一個 一個 有幾張卡 18張卡 給你再抽 但要留意就是 你見到今年EA很喜歡 將這個活動 拆開兩組 給你抽 所以 EA這次 為了 要有Food Player Days 的存在 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它要給這個 Copper Lead 的 的存在 我覺得 它會把這個 Food Player Event 拆開兩個星期來做 讓你抽到 以前的卡 這些 特別卡 但同一時間 它也很希望 很多玩家 會藉著 今次抽卡 買二送一 也好 來抽到很多 新的 Copper Lead 其實我可以 跟大家 看看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一直在說 Copper Lead 這個就是這個 我們叫做 南美自由杯 其實我昨晚 就自己打了 這個南美自由杯 的 Content 一次 打了兩場 其實是有很多隊 其實告訴你 今晚 會有很大的 Content 放在這個 FIFA 20 的Food 會有很多 新的 我打過 某幾隊 其實 Player 不是十分厲害 的 其實 都是 72 至80 左右 我不覺得 那些卡 會很吸引 你們去 使用 但是 我覺得它也會 將某些卡 升級 大家會在 Twitter 看到 有些類似這些 卡面 大家都會猜 這是什麼卡 我會覺得這些 是一些 比較傳統的 就是 南美自由杯 的 銀卡 金卡 或者 Rare Gold 這些卡面 你看到 還有一張 黑色的 卡面 所以 我覺得 不需要大家 特別去注意 這個卡面的設計 反而 我是想給大家 注意多一點 就是 EA應該很想 希望大家 去 透過這次 賣二送一 的PAC 增加 這些 藍美自由杯 的卡 放入你們 入球隊的 可能性 那 這張 其實 我只是一張 Twitter 到其中 CAP出來 其實本來 這個球隊的能力 也不是這樣 應該是81 或82 上去 86 那 多了這些卡 的 Consequence 會是怎樣呢 其實我現在逐點 逐點 跟大家說 可以說回 肥料 這些卡 能力本身不高 那 就是告訴你 其實 在市場裡面 你用不用這些卡 都好 其實只會多了一堆 78 至83 的卡 出來的 你一不用就是廢 基本上就是告訴你 你們做投資的 就不要再放資源 在85 以下 那 Pack rate 也是一樣 今天有個師兄 都說得非常之對 其實 當所有的Pack 放在一起 給你抽 越多垃圾在裡面 其實你再抽中 那些 IF 88的機會 其實是低了的 因為你的坡是這麼大 你不斷把垃圾放進去 給你抽 其實你抽垃圾的機會 EA不會那麼好 對 因為我多了特別卡 而給你抽多了 有什麼 Double 的Hit Rate 大家都知道 EA不會那麼好 所以 我是在看 某些卡 是會升 某些卡 會跌 那 OK 那 什麼卡 會跌呢 其實我就是想說 某一些 IF 的卡 Man of the Match 的卡 或者一些很特別的 很常用的卡 都會跌 其實你看到這個 Page 都看到了 有些卡 已經跌到七彩 例如 Alexandreano 已經跌了 賓耶達 已經跌到360 我會這樣說 歐洲球員 會跌得比較厲害 南美球球員 可能會有升幅 就是 這件 包皮 已經跌穿到500 但是 為什麼我會強調 南美球員 不會跌得那麼厲害 就是 因為 我覺得EA很鼓勵大家 這次用南美帽 球員 要用他們的 其實 南美帽球員的 各籍都會是 阿根廷 巴西 烏拉圭 可能會有 巴拉圭的 或者其他 哥倫比亞 這些 其實 今集 大家都知道 主要圍繞著 法國 巴西 這兩個 各籍 其實 我會告訴你 很多 歐洲大球會的 南美球員 會因為 這個南美自由 而多了人用 例如 Lucas 可以拿到EPL 這隻 雲尼 COC 就是這樣 中文名字 都會因為 容易 連結 你見 很多 歐洲球員 的卡 其實都不斷下跌 你見 Mertens 跌 你見 Purl 之前 都跌了 這次 這星期的 Team of the Veer 更加不用說 會跌到七彩 大家可以 想一想 去投資 這個是我建議 大家 如果不買 想買一些高價的 五六十萬的卡 針對一些SS的卡 來買 我覺得 會好些 但是 SS卡 是不會在新的 兩點鐘 兩點鐘 出現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 Panic 兩點後 你放回去 應該有賺 賺多少 我不敢寫 但是 現在是一個 正確的時間 兩點後 要做點物 其實有很多個選擇 我可以跟大家 逐個 逐批說 有今次的 這個 Food Player Day 其實基本上 你能夠提出所有的 Rare Go 都會跌 只要是實用的 Rare Go 都會跌 其實我不介意 你們隨便入些 Rare Go 放幾天 都會升上去 只要那些 Rare Go 不是在新的 Pack 例如 這個Pack 沒有出 簡迪 的 IF 我建議大家 可以買 簡迪 因為有很多RG 即是Rare Go 簡迪 可以趁低 吸納 讓它 彈上去 還有 如果 想 不出 迪布尼 不迪布尼 應該不會迪布尼 應該會在 List 尼馬 我都不用想 Rare Go 所以它會 Rare Go 也不需要想 這個是我給大家的 建議 還有哪些 卡 可以投資 我覺得還有很多 Winter Upgrade 的卡 大家都應該在 Panic 可以現在買 Livestream 我建議大家 這段時間 如果它不跌的話 你不要碰 例如 Maras Melita 其實是因為 有Live Card 這個元素 大家都在期望 下個星期的 歐聯 再之後的星期 會不斷地上升 所以正常人們 不會放這些卡 Headliners 我有些保留 不知道會不會出 但我挺肯定 Future Star 這個叫做 Shape Shifter 都不會 在明天的Pack 出現 所以 既然滴裝 昨天八萬多 現在已經跌到六萬多 那 我會覺得這些卡 盡量不要跌 即是 這些 FSS 現在可以跌 今晚就會升 然後到今晚之後 大家就可以 其實很多選擇都可以投資 還有另外一個 考慮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想 就是 今晚會有很多很多 Moment 的Icon 都會跌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我想給大家看看 Icon 的Index 其實 Icon 已經跌了1% 多不多 但其實大家都會開始擔心 因為今晚會有 買二送一 這個情況 所以 很多 Icon 都會訂出來 現在很多人都在訂貨 可以針對 一些想用的卡 80萬至150萬 大家可以今晚試試買一買 Baby 那些 Metica 會不會跌呢 不會怎麼跌的 例如你想買一隻 Eusebio 或過老夫 或者 賭解理樹 大家不用想 它會不會太跌 但如果大家想砌 利物浦 全萬聯 例如那些 愛對的 大家可以想想 老鼠 Moment 例如 拜人 例如 你想用 馬圖斯 這些 大家可以想想 阿神 我建議大家入 因為很多人都很 underrate 這張卡 Moment 我覺得 可以試 到最後 我個人 覺得今晚會出 Icon SBC 是 因為它沒有 Event 南美自由杯 不算是一個 Event 我覺得是一個 Content Event 它要強行做出來 Future Star Shape Shifter 這些是 不存在現實世界裏面的 但是 南美自由杯 真的 有一個新的 Content 走出來 所以它不是Event 它是一個 Content 我剛才也在 有一張照片 找不回 我還有另一張照片 想跟大家 說多一點 就是 我覺得 之前有人說過 會出卡夫 這些卡 我不覺得 卡夫這些卡 會出成一張 Icon 的卡 它有可能 會出卡夫 踢過巴甲 或者某些 巴西球員 某些 南美球員 踢過那個球會 的卡 而 讓你們去抽 或者讓你們去 Accomplish the objective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那張是一張Icon 的話 其實大家是不會用 這些新的 南美自由杯 的卡 但如果你有 新的卡夫 我假設 他踢過 彼美拉斯 或者聖保羅的卡夫 他有張 山道士的 羅賓羅 假設 是 buff 我相信大家 才會有 衝動 找回 這些現役的 南美自由杯 球員 放進去 你的球隊 都一起用 我覺得 EA 應該會這樣做 而不會出 一張 令你 絲絲絲 像烈基尾 那樣的 卡 會是SBC 會是Objective 會是抽 我不肯定 但應該會這樣出 因為 我覺得 內容實在太大了 那 這個是我 這一刻的 想法 還有一張照片 今天大家都應該見過 其實也是 一些 網上的流出 今晚會不斷 會有 lighting round 之餘 會有一些 叫做 買二送一 基本上 你抽十二 十二 抽兩個 就會送回一個 Rare Player Pack 其實你看到 這裏都有顯示 可能也會有 一些叫做 Jumbo Rare Player Pack 或者其他叫做 Ultimate Pack 其實有人跟我說過 出這麼多這些 Pack 其實 肥料 就會下跌 理論上 是的 但你看看 EA這兩個星期 要肥料 升到這樣 是不是有目的地 要大家做一個更貴的 Mid Icon SBC 或者 Prime Icon SBC 因為 其實現在都三月 我覺得它應該是要出的 都是我講一句 Content 大了 抽的卡多了 是不是代表你容易抽到八十八 不是 機率是更差了 應該 因為 不是多了一些漂亮的卡 給你抽 那 只要有一個新的SBC出現 無論是Icon也好 無論是一些很實用的卡 當然就做了一張 好像拉莫斯這樣的卡 我相信 就算是Lighting Round 也好 Promo也好 肥料價值會升 我也不覺得 就算它 今晚不出SBC 肥料會不會大跌 我也覺得會跌得很厲害 因為 trend 就是 跌就跌少少 升就升很多 所以這個是我對 市場的看法 Anyway 有些什麼可以在Telegram上問我 今天比較忙 所以覆不完 所以 我自己也告訴你 我有入了很多肥料 大家前面 主要不怕輸 就可以了 因為你只怕玩了一半 那就有些什麼再問我 沒問題的 OK